好香喔 滿屋子都是芋頭的味道 麵包講氣 彥宇張老師帶來的 這一個芋頭甜酒釀的麵包 長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很像大朵 就是下完雨之後 冒出來的那個蘑菇 蘑菇非常非常的可愛 當然還有鳳梨酥 但是它不叫做鳳梨酥 它叫做招財進寶寶喔 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汗 歡迎再次收看 《雛娘香柯秀》 今天節目裡 我們邀請到了 彥宇張老師 來跟全球的觀眾朋友分享 歡迎 全球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彥宇 張彥宇 自創培養酵母菌種 烘焙健康美味麵包 2018 KICC 韓國國際廚藝術大賽 勇奪三項金牌 著作 大師級最完整 自然無添加哲學 好 彥宇今天第一道要做的就是 鳳梨酥 好 今天它外表不是一般的四角形 它是一個像元寶形的概念 好像手一塑形的 我們材料就是很簡單 一樣我們的粉放在桌上 好 謝謝妳 然後一樣呢 挖出一個粉牆 加入我們的蛋黃液 好 謝謝 還有我們的蜂蜜 喔 用蜂蜜喔 對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食譜耶 因為蜂蜜的話 它整個隔天回軟回復的動作 會更明顯 而且它味道會把整個食材融合在一起 我們台灣人喜歡吃鳳梨酥 是那種入口即化軟軟的 我這個特性是外皮是酥的 裡面是鬆軟的 那我最喜歡吃這樣的鳳梨酥 我最怕那個鳳梨酥的外皮很硬 對 那個很硬的模式很多種 譬如說沒有打發 還有說烤比較久會比較硬 好 這些食材呢全部都下去 一般我們還會先把它打發 但是我這種做法會比較不同 它全部把它塞好後呢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還有我們的這個蘭瓜粉 增加我們的色澤 如果沒有蘭瓜粉 用蘭瓜醬也可以取代 好 這個是餡料等一下再分割 這時候我們將我們手要板去 拌壓動作 這是手粉 我們一樣手去把它壓推 壓推 好 葉宇這個動作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跟觀眾朋友分享 很多這個新手在做烘焙的時候 第一堂課都是做鳳梨酥 對 因為非常容易上手 但是呢 並不是所有人做出來的鳳梨酥 都好吃 就在於現在 他手中的操作的這個動作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我們在做鳳梨酥的這個 外皮的時候 千萬千萬不要讓這個麵粉出筋 都是用這種按壓的 你不要拿到這個攪拌缸裡面去攪拌 然後我們必須拌壓到疏鬆的感覺 好 壓到一樣沒有看到粉 好 就是一般我們的食譜上面會寫 沒有粉氣 對 好 我們皮就完成了 等一下就準備分割 又不需要靜置嗎 不用 一個動作 好 我們今天做八顆鳳梨酥 對 我們這個把它搓長呢 一樣中間線先畫下去 再包 二 四 六 把蠔OK就切 我們皮是抓三十公克 然後用手去大概抓一下感覺 好 我們現在分割完成了 好 剛剛說的重點就是 我現在要準備操作的動作了 OK 就是要包這個 把餡料包進去 第一 要搓 是喔 不是說不能搓嗎 然後你會看到顏色不一樣 真的耶 變比較白 對 它這時候呢 你做出來的鳳梨酥的口感就不同了 一般是打拔 我們藉由手的溫度去搓 搓出來它吃特別疏鬆 裡面是軟的 所以為什麼要加蜂蜜 是有它的學問在裡面 好啦 它現在這樣子講都不準 等一下它烤好之後呢 我來吃吃看 對 然後之後呢 這個像握壽司一樣 這樣把它給壓盒 變成也是有一點像那個 這條線放上面 將它放中間 是 中央山脈捏出來 雙手壓下去 元寶就出現了 這倒是蠻特別的 很快速的做法 好 繼續啦 所以很多 以前我在做鳳梨酥的時候 那有一些美國的朋友都跟我說 那你這個鳳梨酥 不是要我們有所謂的這個模型嗎 對啊 視角模 你可不可以幫我買模型 然後我說 現在模型不是只有正方形 還有這個梅花的形 什麼造型都有 這樣子 然後其中有一個朋友他就說 我最怕買這些東西了 因為我很怕呢 我現在喜歡吃鳳梨酥 對 過不了多久 我大概喜歡別的 那買這個框框怎麼辦 他說有沒有辦法 做成鳳梨酥 但是不要有框 我說當然可以啊 你就不是做一個像球一樣嘛 但是今天呢 老師帶來的這個元寶型的這個做法呢 我如果在美國看到這個節目 我相信他會很開心 因為畢竟鳳梨酥它是一個名稱 那你想任何造型是隨自己創作 然後這模具是因為它可以讓它撐上來 對 要不然就 這樣子烤不會變形嗎 不會啊 因為很多人在烤鳳梨酥的時候 都會爆漿啊 爆漿是因為內餡滾 滾它會爆漿 會找一個洞衝出來 我跟它在搓 搓就是把它的所有食材融合在一起 所以它延展作用出現之後 它稍微把這皮給抓在裡面 所以你這個不會爆漿 如果是烤過頭也會 因為基本上這個動作大概超過十五分鐘 至十八分鐘 任何的配方都會爆 十八十五分鐘至十八分鐘拉出來 鬆弛會冷卻大概三十秒至一分鐘 再放進去 就是讓鳳梨酥不要爆的方法 就稍微拉出來 讓冷空氣進去之後就可以了 好就好像我們蒸饅頭一樣 你稍微開一點這個縫 對 讓它這個熱空氣 不要一直都聚集在裡面 讓它要有一個透氣孔 就像我們偶爾要去戶外有沒有 大含幾聲一樣 泄壓一樣 這個鳳梨酥也需要泄壓 所以我們在烤鳳梨酥的時候 剛剛張老師就跟觀眾朋友提醒 如果你怕它爆漿的話 你在烤的過程裡面 快熟的時候什麼事 大概十五分至十八分 基本上內餡可以撐十五分至十八分 它就一定會爆 所以在那之前你稍微把烤箱打開嗎 把產品拿出來 把產品拿出來 大概三十秒之後再放回去就可以了 讓它不要那麼火大 對 好 這樣基本上要烤多久 大概是烤二十分鐘至二十五分鐘 一百八 一百八 如果怕它爆 四十五分鐘拉出來 等個三十秒至一分鐘再放回去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準備做到芋頭麵包 一樣用棉樓麵包的方法 我們的高筋麵粉跟低筋麵粉 都混在這裡面 謝謝你 一樣 中心外凹槽 一下我們 謝謝 我們的鹽 這是甜酒釀 這是水 然後呢 倒入之前呢 先將我們的水跟蜂蜜 謝謝你 混合均勻還有甜酒釀 這甜酒釀 老師用這個甜酒釀我就想到 有沒有辦法用 像我們現在很流行的這種 日本的這個乾酒 可以 來代替甜酒釀 應該也是差不多的東西吧 對 差不多 但是我今天甜酒釀是蓬萊米 是蓬萊米 對 因為我們平常吃飯 就把飯加糖跟水 放大概七天 不用一般還要放米菊 讓做法完全不一樣 好 攪拌均勻之後就給它 直接加進來了嗎 對 好 一樣呢 我們把它搖一搖 然後這個呢 一般我們芋頭是包在麵包裡面 我現在是把它攪拌到麵包裡面 你看看 這很香 我最愛了 我想到小時候 我們家旁邊開的那個 那個冰店 它就在做這個芋頭的那個 那個冰淇淋 好好吃喔 就給它下去 所以就是這個芋頭是 把它蒸完之後 蒸熟之後鋪平烤箱烤 收一下水 就把它靜置冷卻就可以搬入了 食材都很天然 而且它這個部分的油脂 就可以取代了 好 一樣 我們將我們橡麵筋 稍微的綁緊 又要開始做運動了 然後這顆麵糰 大家一定很好奇它什麼作用呢 它就是事先留一個麵糰再搬入 它這樣發酵時間可以縮短更快 這就是中種嗎 還是老麵 老麵 就事先做一個 所謂的老麵的麵糰在冰箱 對 然後要用的時候 再把它加到我們 現在要揉的麵糰裡面了 對 但是它是有比例的 基本上就是一圈的麵粉 高低麵粉 六百的水 混合之後 放在浸至晚上就可以了 這就是所謂的老麵喔 對 它沒有放乾酵母 然後這個就是把它 孔洞其實就很漂亮 因為麵粉加水 它就產生發酵作用 因為我們做麵包 知道除了中種的作法 還有一些老麵 我們一般都認為老麵就是來做饅頭 對 也可以 做麵包的話我們就用中種 還有的人使用湯種 湯種的話它是不需要隔夜 你直接把麵粉跟水 做一個混合之後 然後差不多煮到六五度C 對 湯種 等於是燙麵的作法 我們的麵盤 我們吃出來的麵包的口感 就會比較Q彈 對 然後這動作大概五分至八分 因為它屬於乾硬的模式 所以這時候是真的很耗費手耍力 不能用甩的 甩的可以 但是 我都是用機器在做操作 一般都是用揉 像洗衣粉一樣這樣可以 好 我正要說啊 我說老師這個我可以代勞 我最喜歡了 這樣 就是這樣子把它揉對不對 好 但是手會很痠 還沒繞 所以就是一樣把它混合揉 我們雖然麵包可以很快速地完成 但是呢 如果你最後的發酵溫度 拉得很高的時候呢 其實做出來的這個組織上 對 會比較粗糙 老化比較快 會真的是比較粗糙 然後比較容易老化 所以我們通常很多人都說 我最後的發酵我控制35度36度 太高了 其實都太高了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洋人吃的這個麵包 好像比較好吃 對 因為他們 尤其法國人 義大利人做的麵糰 環境低溫 因為他們就是低溫長效 就讓它長時間發酵 好 我們整形 均勻之後呢 一樣拌回去鬆弛一下 好 老師把它封起來 我都還可以聞到這一個芋頭的味道 對 然後靜置大概30分鐘 再翻面一次 OK 好 30分鐘過後變這樣 因為芋頭它屬於澱粉類 它爆發的蓬力性更有 哇 好可愛喔 而且它要加甜酒釀跟蜂蜜 而且你看這個麵糰只要它發得好 你看它絕對不會黏手的喔 對 很乾爽 所以你看雙手就會很漂亮 光滑 是因為這些滋潤出來的 喔 原來我是在講這個 我反應太慢了 好 謝謝你 好 我們今天麵包呢 就是看今天所需大小 一個要切80公克 好 好 麵包在手上 任何造型隨自己做 我今天教大家簡單的就是滾圓動作 再加封底就好了 就是這樣 好 這個滾圓動作呢 可能待會老師也要稍微跟大家 再解釋一下喔 對 千萬不要去壓那個麵糰喔 我們稍微就藉由大拇指這條肌肉 延伸到小妞妞喔 拱起來形成空洞 麵糰塞進去 大範圍 左 上 右 下 這樣撈一個菱形呢 搓兩下再去圓了 要搓更靜置 就再搓兩下就好了 搓起來很簡單 回家還是要自己玩 好 之後呢 準備我們的模具 這個 就更簡單了 它只要分割整形之後 屁股捏圓 放入模具 靜置大概25分 就可以烤焙 這種芋頭餐包 不是一般大家所吃的 它口感可以媲美饅頭 真的喔 對 像烤饅頭的概念 我超喜歡吃芋頭的 那如果是在這 類似饅頭的口感 我就更喜歡了 所以老師如果說這個配方 我直接像很多人他說 我用做 用烤焙的感覺火氣比較大 我可以直接拿去蒸嗎 可以 觀眾朋友有沒有很開心 我提出這個問題 好 這個時候就鬆死一下 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像我們的 剛剛烤的鳳魚酥 拉出來 我們再換個方向 再給它進去 這樣比較均勻 好 那我們時間過得很快 馬上的二十分鐘就到了 我們將我們的鳳魚酥出爐 哇 元寶寶 好可愛 我第一次看到 這種造型的鳳梨酥喔 因為加個碟字呢 就是比較 年輕族群都會喜歡的鳳梨酥 那我們又準備拿出 我的法寶出來 老師的法寶 其實這個板子呢 是老師自己刻出來的 對 所以在外面是 找不到這樣的一個模型 好 一樣我們將羅脈粉 輕輕敲在它上面 那老師撒的這個不是手粉喔 不是高筋也不是低筋 是羅脈粉 因為羅脈呢 它是黑色質地硬質地小麥 我們撒在麵包表面的時候呢 它會附著於麵包表皮 它的狀態就會呈現得比較久 一般如果白麵粉呢 它只有一般的粉心而已 它可能呈現不了時間那麼久 就一抹就不見了 好 這樣子我們就要把它 送進烤箱了對不對 對 一樣 我們將我們剛剛撒好的麵包呢 進烤箱 一樣兩百度兩百度時間烤十五分鐘 上下火就是都是兩百度 對 兩百兩百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準備將我們的麵包出爐 哇 好香喔 滿屋子都是那個芋頭的味道 而且觀眾朋友有沒有看到 剛剛我們一直強調 要用這個羅脈粉 它就會這麼立體喔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嫌麻煩 以為說我要多買一個粉類 其實麵粉買回來了 你如果說怕那個有效期限很短 你不妨可以放在冰箱裡面 冰箱 對 它的保存期限會比較久一點 而且我們在買的時候 份量可以買小包一點 對 不要買那麼多 那你看今天呢 老師帶來的這個芋頭甜酒 那樣的這個麵包呢 長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很像大朵 就是下完雨之後 冒出來的那個蘑菇 非常非常的可愛喔 來來棚內啦 為我們帶來那麼多好吃的麵包呢 你也可以藉這個機會呢 跟觀眾朋友 跟你的爸爸媽媽 說一些感言吧 然後我覺得人生是無止盡的 比獎得獎是當下 勇往之前向前邁進 才是未來的方向 跟我們的作品人 跟我們的麵粉之間 其實都要玩什麼 要搬甘情啦 就是要真心啦 好 我希望呢 今天這一集呢 可以給大家呢 帶來真正真正非常的開心 那當然也希望 就像我們彥宇講的 台灣呢 不是只有美食而已 對不對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人好彥宇 謝謝彥宇 謝謝 好 謝謝 出場 謝謝 小家人 小家人 就在這位 都看不來 有小伙子 誰 都看不去 都看不去 通常 上 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